新空管系統星期六懷疑因為用戶個人設定總數超出上限而死機 首次需要啟動後備系統應急 據悉上個月空管人員收到指示要求減少個人設定的數量 當中是否存在巧合呢? 所謂用戶個人設定是空管人員在各個工作崗位所使用的個人設定 例如是自體大小等等 據了解民航處早年培訓員工時曾說過 每個員工在每個工作崗位可儲存10個設定 而每個員工可能有15至20個工作崗位 換言之每個人可儲存的個人設定上限為150至200個 但現時新系統運作下只可儲存2、3個設定 上個月員工更收到指示要求再減少設定 機場發展關注網絡發言人毛坤塔認為 新指示反映民航處的高層 可能早就知道新系統有問題 不懂得自動騰空記憶體 導致記憶體不足而死機 在未有解決方法之前 只能限制員工的設定數量 23萬監察發言人王國興就批評 民航處分明知道有危機 但仍然不公佈 更是沒有主動限制空管人員的設定數目 因由死機事故發生 民航處回應指 新系統個人設定的總數 預設上限為5500個 廚房有400個人員 平均每人可有十幾項個人設定 廚房已要求承辦商盡快提交解決方法 包括加入超過預設上限的警示功能 Owe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